张飞若不死,刘备会败给陆逊吗? 张飞这三大优势将改变怡陵之战,怡陵之战是继关羽是荆州之后,摄汉集团的又一次大败仗。 对于怡陵之战,严一说是为了给关羽报仇,其倾国之兵法武。 但从正史中却可以推断出,刘备发动怡陵之战的根本诉求,是拿回荆州,继续让蜀汉保留。 荆州和西川,两路齐飞,齐卷中原的龙中队策略。 因此怡陵之战的前期,刘备进展的异常迅猛,飞速拿下战略要弟子归等城池,造成了大兵压境之势,一度让崩武的孙权几乎崩溃,表示要求和。 求和无果后,孙权立即即用陆逊跟刘备开启持久战,刘备逐渐失去了主动权,随后,遭陆逊反攻,刘备大败。 对于刘备的战败,有三个说法,一是刘备输在了放弃水路,只想用步兵平推,但蜀汉水军精锐在关羽被杀后,就等同于覆灭了。 二是刘备犯了连营七百里的军事常识错误,导致蜀军惨败。 三则是诸葛亮给出的说法,若是法政还活着,就能阻止刘备东征。 就算阻止不住,也绝不至于输得这么惨。 诸葛亮的解释,有人说是自我开脱,但实则却是最关键的。 然而除了这个原因之外,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,就是张飞在刘备法务前被部署暗杀,使刘备失去了一元法务胡将,若张飞能协助刘备东征,他的这三大优势,足以改变伊陵之战。 一,张飞善打应仗,无论三国演义还是三国制,张飞善打应仗这个特点,都表现得淋漓尽致,故而有了谭三国猛将,匕首推张飞之说。 但可知真正的猛将,不是阵前单挑,而是善于打应仗,张飞将这个特点都表现得淋漓尽致。 伊陵之战,打到中期的相持阶段时,就成了刘备的攻坚战。 倘若张飞活着,这种肯硬骨头的战斗,必然由张飞来指挥和承担,这是张飞的优势所在。 只要张飞能打开局面,那么战局必然改观。 就算是刘备放弃水陆,陆迅也没心情再抽掉人马,搞水陆的机动作战了,因为无意义。 可惜张飞却死了,等于直接瓦解了,他所统领的浪中精锐部队的战力。 也让陆迅有了时间和空间跟刘备周旋,一点点消灭蜀汉时期。 二,张飞是山地战大师,张飞在三国时期,最牛战绩除了聚水断桥外,便是大破张河。 这一战便是山地作战。 张河是曹魏名将中,最善于利用地形和讲究战术的,却被张飞揍得几乎全军覆没。 可见,张飞除了勇猛之外,还是一位战术大师。 再看仪陵之战,大部分都是山地间进行。 三国之中说得很清楚,陆迅便实时利用山地的地形,层层阻击。 刘备制定战略方面很强,但具体战术和执行,放眼当时的蜀汉,谁能跟张飞比。 三,张飞可直接影响刘备,法政之所以被诸葛亮称赞,是因他能直接影响刘备。 而这种优势张飞也拥有。 仪陵之战时,刘备身边谁能有这作用? 没人。 全是刘备独断专行。 而更要命的是,刘备还好感情用事。 如汉中之战时,刘备非要顶着曹魏的乱箭齐发,心自进行赶死冲锋。 既得法政体马衡在刘备面前表示,要死,我先死。 刘备这才放弃。 刘备冲动起来谁敢拦,谁又能拦得住。 若张飞活着,必然是他了。 有人说,张飞比刘备更冲动,但问题是张飞做人冲动,但打仗冲动过吗? 虽让性格看似粗狂易怒,但熟读正是我们发现他勇武过人,粗中有戏。 若非如此何来万人敌之称? 最起码若张飞在,最差也能起到纠错作用,这是最低需求吧。 故而就算刘备败了,也绝不至于败得那么彻底,那么惨。 每日更新,欢迎讨论。